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特朗普又再一次被那些主流媒體斷章取義 集體露屈 這次又屈他什麼 無非又是屈他認輸 跟著還繪形繪聲 說到他準備撤離白宮 所以我們這一節要將真相還原 以正時停 事緣今天 特朗普就在白宮那裡 通過視像的形式 向軍人發表了感恩節的講話 接下來他就回答了記者的一些問題 是這個位置就出事了 因為那些記者就猛地問他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 你會不會是認輸呢 會不會撤離白宮呢 特朗普其實就是這樣回答 他就說 如果連選舉人團都認證拜登是當選的話 其實連他們都在犯錯 所以他就難以承認是敗選的 記者就再追問他 如果那些選舉人團 真的決定要拜登做下一任總統的時候 你特朗普會不會離開白宮呢 特朗普就回答他 Certainly yes 就是解會 但是你知道 如果那些選舉人團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是錯了的 大家就聽到了他的原話就是這樣說的 很清晰地根本上他就沒有承認什麼敗選 或者是已經認輸 退态 沒有這種意思在 但是主流媒體偏偏就抽空了整個 context 語境 然後就斬頭斬尾式 只是截取了中間那句 就當作是事實的全貌 然後報導就說 特朗普說到 如果選舉人團是確認由拜登當選的話 他就將會離開白宮 這個是事實的一部分 特朗普在那個說話當中都已經兜了底 他說明不是承認敗選 但是我看到路透社那篇報導還好笑 他們仍然要朝著這個方向去說 就說特朗普這次的發言 就是自從大選以來 最接近承認敗選的一次 喂 那你怎麼說都行 別人都說明了 三番四次說 不是承認敗選不是認輸 硬是要這樣來報導 那有什麼意義呢 他說明不是 如果特朗普是要認輸的話 他就不會搞那麼多法律行動 辰早就叫了朱利亞來回家睡覺 實際那些主流媒體 已經是想搞造王行動 封了拜登做這個總統當選人 這樣也不夠 現在還想老闆特朗普 代特朗普來去認輸 那究竟 這些主流媒體 是在做新聞報導 還是在做文藝創作呢 離開了大譜 實際上歷史 其實就是說明了一切 為什麼特朗普 特朗普要說到選舉人團 這件事 是有玄機的 我在上一節 已經說過 2000年那一屆 總統大選 其實是有他的 參考意義 因為在當年 同樣地 就是牽涉到一些 關於選舉 爭議的 法律行動 以及 後續 究竟那個選舉人 怎樣產生的問題 只要我們看回當年 那個情況 其實就會預視得到 今年大概 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可能都會記得 在當時 民主黨的 戈爾就不斷地要求 要在佛羅里達州那裏重新點票 後來 共和黨的 喬治布殊 就入稟了法院 去告這個戈爾 其實這宗案件 要去到12月12日的時候 美國最高法院 才得到了一個 終極的裁決 判了喬治布殊贏 在12月12日之前 其實那個選舉爭議 仍然是持續當中的 大家都知道 12月8日 就是一條死線 如果在這條死線之前 所有有關於選舉的法律爭議 是未得到有效的解決的話 其實那個州議會就要按照憲法 來自行產生那個選舉人 我就特地翻查了當年很多外國媒體的報導 究竟佛羅里達州那些選舉 當年是怎樣產生的呢 原來在2000年的12月初 佛羅里達州的州議會 通過了一項動議 就說要舉行一個特別全體委員會 選出25名屬於佛羅里達州的選舉人 當時佛州的州長就是傑布布殊 這個就是喬治布殊的弟弟 他就說明 如果州議會是通過這項動議 他是會簽署這項法案的 而當年的佛州州議會 其實都是由共和黨人佔有絕對優勢的 所以在那個產生選舉人的特別全委會當中 有8名成員就是共和黨人 另外5名成員就是民主黨人 於是乎 所產生出來的25名選舉人 清一色 全部都是共和黨人 全部都是投 喬治布殊 當年的情境就是 州長州議會都是由同一個政黨來控制 換轉今天這個情境 為何特朗普要特地說到選舉人團的投票決定 現在其實那些 選舉爭議 法律行動 集中了在三個州那裡去做 賓州 密歇根州 和喬治亞州 為何是專門針對這三個州 我相信背後他們就計算過 因為這三個州的選舉人票是最多 於是乎 集中了所有資源在這三個州 據你力爭 你說在威斯康星州 或者內華達州 不是出現了很多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嗎 內何的就是 這兩個州的選舉人票 一個只有10張 一個只有6張 不是很扭轉得到大局 現在賓州有20張票 密歇根州16張票 喬治亞州有16張票 只要拜登是取不到這三個州的選舉人票 他就是篤定無法當選 我們現在就逐個州的形勢來看 先說賓州 賓州的州長就是民主黨人 但是賓州議會就是由共和黨人來控制 這個情況就巧妙了 朱利亞尼現在公開呼籲 叫賓州的州議會 他們按照美國的憲法 來自行推舉那些選舉人 但是 他們推舉完之後 其實都要通過州長的關才行 現在似乎就是 就算州議會肯去 自行產生的選舉人 都好 其實州長都未必肯去簽署 那一項的法案 出現這些 爭議的時候 要怎麼做呢 就要交由國會來處理 大家知道 12月14日 就是選舉人團 投票 到底只有短短幾天的時間 能否解決得到這些爭議 我相信就很難 如果到時候也解決不了爭議的時候 其實這20張的選舉人票 就可能是元兇 因為產生不了 你有你爭論他有他爭論 好了 至於密歇根州 也是跟賓州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州長是民主黨人 但是州議會就由共和黨人去控制 好了 喬治亞州又怎樣呢 州長是共和黨人 議會也是由共和黨人控制 那麼這裏就比較容易一些 如果 這個喬治亞州的州議會 他們是決定 現在出現了很大的選舉爭議 而在法院當中很多官司 還未判決得來的時候 如果州議會肯去自行 推舉那些選舉人出來 而州長又肯簽署這項法案 很大機會這16張票 就會全部是共和黨人 好了 但是這樣的情況也好 特朗普其實也未夠票 因為他現在只有230多張 你再加16張都是不夠270 好了 如果賓州方面 那些票又凍結了 密州那裡又凍結了 其實就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兩邊都不夠270 這個對於特朗普 就是最有利的 當然你說那些官司判他勝訴 就最好了 是不是 但是當年只是說 佛羅里達州那些點票的問題 都要審到12月12日 這次牽涉到那麼龐大的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會不會那麼快審得完呢 我是有疑問的 但是一旦審不完也不要緊 審不完 那個州議會 是有權按照憲法規定 來自行推舉選舉人 而無需 按照那個所謂普選票的結果 因為那個是有爭議嘛 有很大的嚴重的舞弊的指控在裡面 是不可信的 結果是 所以美國憲法就是有這個好處 若然在普選票那裡出現了嚴重爭議 或者出現了嚴重選舉舞弊行為的時候 起碼還有選舉人票來搜尾門 這些就是美國的開國緣分和鮮言的智慧 為什麼人家走這套制度兩個世紀都不變呢 當然是有他的原因 大家這次就看到了 好了 大家聽完我講的這番說話之後就會理解到 為什麼特朗普 他會在回答記者的時候 特朗普提到有關於選舉人團投票的問題 就是要拜登拿到270票他才是當選的 如果兩個候選人都拿不到270票又如何 就是進入了眾議院投票的階段 就是由聯邦的眾議院每週一票的形式來選總統 如果出現這個情況 對於特朗普就很有利 因為共和黨在其中26個州都佔優勢 每週一票其實只有50票 26票就夠贏了 當然現在究竟共和黨 是不是團結一致支持特朗普就變得很關鍵了 因為在我剛才提到的三個州當中 到底那個州議會的取態是怎樣 他們願不願意按照美國憲法 所賦予給他們的權利 來自行產生的選舉人 而不是純粹按照那個 有很大爭議的 出現了選舉舞弊行為的普選票結果來產生 這就是很大的關鍵因素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